好,各位考生,我们继续来看重组的所得税税务处理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我们已经把这个一般税务处理啊 供应价值给各位考生介绍了 那么来看一下第三个黑体字团是关于特殊税务处理 那么对于特殊税务处理的话 我们在上讲当中也给各位这个举过案例了啊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我们一定要看什么? 对价,我们要看对价的 那对于股权支付的部分 我们用什么?原济税基础 这一部分是平移的,是不需要交税的,对不对? 而对于非股权支付的部分,我们用什么价? 供应价,那供应价肯定会和原济税基础之间会产生一个什么? 差异,所以说对于非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采取什么?交税 也就是说在一般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是供应价和原济税基础之间的差 我们要全部交税 那么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这个差价要交税吗?要,但不是全部 而交的是一部分,哪一部分的 非股权支付的这一部分 我们采取交税,对不对?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都已经举过案例的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特殊税务处理的几个要求 首先第一个是用条件 那么你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五个条件的 那么我们采用什么呢? 特殊税务处理 那么你不满足这五个条件的 我们用上一讲当中所讲的 供应价值一般税务处理了 哪五个条件呢?概括起来讲 我们叫做一个目的,两个连续,两个比例 所谓目的,一个目的 它是指的是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交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这叫一个目的 两个连续 哪两个连续呢? 在第三点里面 重组后连续十二个月内不改变 重组资害原来实质性的经营活动 这是一个连续 第二个连续是什么? 在重组当中,因为我们对价里面有股权支付 对不对? 那么股权支付的,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 在重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所取得的对价里面的这个股权 那么这叫两个连续 再还要两个比例 哪两个比例呢? 涉及到这个收购和并 分立的有关的资产和股权 要符合规定的比例 然后在这里面对价当中的股权支付要符合相应的比例 懂了吧? 这个我们就叫做什么? 一个目的,两个连续,两个比例 其实在这里面的话,因为合并的话不存在一个比例的问题 倒是像收购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是50%以上 然后股权支付比应该是85%以上 这里面有两个比例 反正我们都会一个个看 那你满足这五个条件 一个目的,两个连续,两个比例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特殊税务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说过要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股权支付的部分 还有一个是非股权支付部分 那对于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用的是什么? 核心是什么? 原计税基础 对不对?相当于是什么? 平移的 我们讲相当于是平移的 这一部分我们是不需要交税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对于企业债务重组所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 占全年的应纳税所得比例达到50%以上 那么我们可以分五年低延纳税 这了解一下 就是说在你满足特殊税务处理的话 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你们今年有一个特殊税务处理 满足这五个条件了 现在我们前提都是满足条件的 那么你做的是特殊税务处理的话 那你现在算下来的话 当年的,比如说你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多少呢? 是一千万 比如说你当年的应纳税所得一千万 那其中呢 呃,存组的所得有六百万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你四百万当年肯定要交税交掉的 那么还有的这个六百万呢 我们可以分几年呢 分五年 我们可以分五年去交税 比如说你一年交个一百二十万 没问题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股权收购 那么你现在股权收购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两个比例是指的是什么 收购企业购买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且收购企业 在该项股权收购发生时 所支付的股权支付的金额 不低于其交易总额的百分之几啊 85 也就是说 在股权收购的时候 比如说A公司去收购 B公司的什么东西啊? 股权 A公司去收购B公司的股权 那这个时候 首先你这个股权收购B公司的股权的话 你这个是要达到B公司全部股权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是第一个 你要这是第一个比例 你现在A去收购B的股权 你要用特殊税务处理的话 我们讲一个目的两个连续两个比例 那这两个比例当中的第一个比例就是说 你去收购B公司股权 你要收多少 一定要达到B公司全部股权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你A不是要支付一些对价给B吗 你去收购B 你肯定要付给这个A肯定要付给B一些对价 那对价当中有股权支付 还有个是什么 非股权支付 那对于股权支付的部分 我们是不得低于交易总额的百分之几 85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股权支付比 应该是讲的是大于等于百分之几 85 那相反的 非股权支付部分肯定是不会超过百分之几 15 小于等于百分之几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两个比例要知道一下 好 我们再看 对于被收购 企业的股东 也就是B 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被收购股权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你看这句话说的很 这个说的很拗口 这相当于是什么啊 你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是什么 被收我们还是这个案例啊 被收购企业的股东 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B的股东 取得什么 A的对价中的股权 没问题吧 对不对 你A不是要付给B一些对价吗 那么在对价里面是不是有你A的股权啊 那这一部分的股权 我们是这么说的 以什么 以被收购股权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这一部分股权的计税基础 由谁来确定 由B的股权 计税基础来确定 原计税基础来确定 你看这里面话说的真的是恶心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B拿到A的对价里面 有不低于85%的股权 那么这个85%的股权的计税基础 由谁来确定 由B的所转让出去 所收购出去的这个 50%以上的股权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懂得没有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那么收购企业 也就是A公司收购 取得B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A拿到B的 这个不低于50%的这些股权的话 那么这个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 由谁来确定 由被收购股权 也就是由B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由B的股权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就这意思 这个相当于是什么东西 你们要讲清楚 这个你们要讲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逻辑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说你花钱买东西 比如说你去买一件商品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到底花多少钱 是取决于是什么 取决于这个商品的价值 听得懂 你是取决于这个商品的价格的 也就是说 我现在到商场里面 花钱去买了一件商品 我到底应该要花多少钱 这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 并不是说取决于我 有多少购买力 当然购买力它可能是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你现在掏钱了 到商场里面去买商品了 买东西了 那这个时候我到底掏多少钱 是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这个商品值多少钱 听得懂这意思吗 取决于这个商品值多少钱 是这意思 所以说你站在商场的角度 所以说你站在商场的角度 商场收到了钱 那你说这个钱值多少钱 这个钱应该价值有多少 应该是以你卖出去的商品 为依据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你A去收购B的股权 好没问题 你A去收购B的股权 那你A就要付给B一些对价 那这个时候对价当中的股权的计税基础 价值由谁来确定 由你B所卖出去的股权的计税基础来确定 是这意思 这个时候有多数评稿你脑子的 这个如果说再看资产的话 也是一个性质 A公司去收购B公司的什么资产 其实二和三的话应该性质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收购资产 一个是收购股权 那你看一下 现在呢 受让企业收购的资产 也就是A去收购B的资产的话 这个是不低于B的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几 50 那么A是不是要付给B对价 那么付给A付给B的对价里面 这个股权支付的部分又不低于百分之几 85 那这一个道理 你看一下 转让企业 也就是B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A的对价 A对价当中的这个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B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就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你A现在花钱 A花了一些对价 这个对价里面有股权 有什么呢 比如说非股权 对不对 那好了 我现在问你这个股权的计税基础 由谁来确定 肯定是由B的资产来做决定的 对不对 因为我股权到底应该掏多少 是取决于一个资产值多少钱 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括号里面 是他这么说的 转让企业 也就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对价当中 这个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什么 以被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也就是由B公司的这个所卖出去的 转让出去的这个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你掏钱买东西 这个钱到底掏多少 是取决你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一个道理 就像我前面刚刚说的 第一个括号里面 被收购企业的股东 取得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在这里面 这个股权 看到没有 这个股权 A公司所支付出去的股权 它的计税基础 由谁来确定 由B公司所转让出去的股权的计税基础 来确定 就一个意思 这个二和三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股权和资产 就是区分而已 那一样的 受让企业 取得转让企业资产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A公司取得B公司这部分资产 那么这个资产的计税基础 也是以B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这个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就这意思后面会有道立题的 我还会讲这问题的 就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么这是第三个 股权收购资产收购 两个比例都该清楚了吧 好 我们再看第四个 合并 那合并的话呢 比如说A公司合并到B公司 你就没有50%的这个要求了 反正都已经合并进去了 对吧 那就没有这个要求了 没有这个比例这个限制了 但是我们讲合并的话 它还有一个比例 就是什么 对价的比例 也就是股权支付 不低于85% 非股权支付 不得超过15% 对不对 那么以及同意控制下的 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 企业合并 我们可以选择 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第一个 合并企业接受 贝合并企业各项资产 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以贝合并企业的 原计税基础确定 平移 那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都是按照 原计税基础 平移过去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打一个五角星 可由贝合并企业 弥补的 这个贝合并企业的 亏损的限额 那么在这里面 又比较特殊了 A公司 合并到 这个B公司去了 现在我用的是 特殊税务处理 A公司呢 现在有这个亏损 这个亏损 能不能带到B公司去 我们在一般税务处理里面 是一分都不能带的 对不对 那么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能不能带 能 带多少 我们有公式 首先 我们先不看公式 也就问 为什么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A公司的一部分的亏损 是能够带到新公司去的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讲了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对价的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股权支付的部分 用的是什么 元积税基础 非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才用什么 公允价 也就是说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有一部分 我们用的是元积税基础 而这个亏损 就是按照以前年度 用我的元积税基础 所计算出来的这个 负数 是不是这意思 那这个时候 我们讲这个负数 能不能带 能带 但不能全部带 为什么 毕竟我们还有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所以说 在这里面 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A公司 为你补完的亏损 是可以带到B公司去的 但不是全部 因为我还存在着一个什么 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因为非股权支付部分 用公允价 这部分其实是不能补亏的 懂了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带 带多少 我们怎么办 我们按照公式来算 我们有一个法定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 备合并企业 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 备合并企业的亏损性额 也就是A公司 能带多少亏损到B公司 应该按照什么 备合并企业 也就是A公司的 净资产的公允价 看到没有 净资产 净资产等于什么 资产减负债呗 那叫净资产 对吧 按照A公司的 净资产的什么价格 不是计算基础 不是账面价值 而是什么 公允价 按照A公司净资产的 公允价 乘上一个什么 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这个要给题目都会给 题目都会给的 你们放心吧 这个题目都会给 这大指导下 也就是说 我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A公司为弥补完的亏损 是可以带到B公司去 但不是全部 为什么不是全部 那么因为我们毕竟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我们有公允价 这一部分我们是没办法调整的 那么我们只能调整的是股权支付部分 但是对于股权支付部分 又是考虑到什么呢 像我们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是不需要付对价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A公司为弥补完的亏损 带多少 带给B 我们有一个法定公司 公司是什么 按照贝合并企业 也就是A公司的净资产的 公允价 乘上一个什么 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懂了没有 这个听听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第三个括号 被合并企业股东 取得合并企业股权的寄税基础 以及持有的 这个被合并企业股权的 原寄税基础来进行确定 我们来看到例题 他这么说的 8月份 假公司吸收合并 以公司 合并用的是特殊税务处理 那么合并时 以公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100 公允价为1300 弥补期限内的 这个 这个弥补期限内的亏损 就是为弥补完的亏损有多少呢 有70万元 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是多少呢 4.5% 问的是20年假公司可以弥补 以公司的亏损有多少 这个就是什么 特殊税务处理 他现在是以合并到假 假合并以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以公司有70万为弥补完的亏损 这70万能不能带到 这个假里面去啊 能 是不是全部 不是 我们有一个什么上限 按照什么 按照备合并企业 也就是 以公司的 以公司是备合并掉的嘛 用以公司的什么 净资罕的什么价 公允价 现在告诉我们净资罕的公允价是多少 1300 乘上一个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4.5% 就行了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58.5万元 也就是说 以公司有70万为弥补完的亏损 这个为弥补完的亏损 能不能带到新公司去 能 但不是全部 最多带多少 再带58.5万元 怎么出来的 用的是备合并企业 公司的什么 净资罕的什么价 公允价 乘上一个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 懂了没有 还中题目吗 小学生也能做做了 好 我们再看分利 分利的话呢 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分利我们只要不改 只要是一个目的 两个连续 这个没有什么50%的分利的要求 然后呢 分利时候呢 这个对价 股权支付不低 85% 那么我们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第一个 企业 分利企业接受 被分利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的 寄税基础 以被分利企业的什么 原寄税基础确定 也就是股权支付部分 用什么价 用原寄税基础 那么如果说是 未弥补完的亏损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带 能按照什么 按照有关的资产分配比例 来进行 补亏 这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A公司分利成B公司和什么 C公司 现在A公司呢 是按照2比3的比例来分配的 A公司有50万的 亏损没有补完 那你就是什么 B公司补多少 补20万 C公司补多少 补30万 就是按照资产分配比 来进行补亏 那么讲到这里 听一听 也就是说 涉及到合并分利 为这个被合并企业 被分利企业 为你补完的亏损 什么来进行处理的 你们记住啊 在一般税务处理当中 涉及到合并分利的 被合并企业 被分利企业的 为你补完的亏损 一分都不能带 懂了吧 一分都不能带 也就是说 在一般税务处理当中 涉及到合并 或者分利的 那么有为你补完的亏损的 这里面的补亏 一分都不能带 听得懂这意思吧 这个补亏一分都不能带 但是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涉及到合并分利 为你补完的亏损 能不能带 能 对于合并的话 我们有公式 带多少 也就是说 按照被合并企业 净资产的公允价 乘上一个最长期限的 国债利率 那么 这个分利能不能带 能 这个时候按照什么 按照自函分配比 我们按照自函的 分利时候的 这个自函分配比例 来分配有关的什么 为你补完的亏损 这就是个要求 懂了吧 我们再看第三个 被分利企业的股东 取得分利企业股权 也就是新股的 如果说需要放弃 如果说需要部分 或者全部放弃 所持有的原 这个被分利企业的 这个旧股的 那么新股的继税基础 以放弃的旧股的 旧股的继税基础来确定 如果说不需要放弃的 那么其取得新股的 继税基础呢 我们从两个 从两种方法当中确定 第一种呢 直接将新股呢 确定为零 那继税基础确定为零 第二种呢 是什么呢 按照自函分配比 先调解原有旧股的继税基础 然后再将条件的继税基础呢 平均分配到什么 新股上 这个落里巴缩的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落里巴缩的什么意思呢 你听一下啊 相当于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分离呢 其实呢 是有两种分离 第一种分离呢 很好理解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 A公司分离成B公司什么 和C公司 A公司分离成B公司和C公司 那么现在呢 我们假设啊 你们是A公司的股东 那么原来呢 这个你所持有的 A公司股权的继税基础呢 比如说我们好算点 5块钱一股 5块钱一股 现在呢 是按照2比3的比例分配 分离了 那就是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这个时候 A公司分离成B公司和C公司 也就是说 你A公司的股权 要干嘛 要注销掉 对不对 我们公司都注销掉了 那这个时候 你作为A公司的股东 你肯定会拿到B公司和C公司的股权 那这个时候怎么来确定 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说 我们是按照什么 按照旧股 按照一定的资产分配比例来尽确定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这种情况下的分离 你取得B公司股权的话 我们就按照2块钱一股 你拿到股权的继续基础2块钱 C公司股权呢 就是多少3块钱一股 就这意思 这是第一种分离 第二种分离呢 也就是说 A公司分离称A公司和什么B公司 那么 那这种分离的话就比较特殊了 原来你持有A公司股权 是5块钱一股 现在呢也是一样的 按照2比3的比例来进行分离的 这个时候呢 你A公司的股权还在 但是会给你一个C公司的 这个B公司的股权 那这种情况下面有两种确定 第一种 A公司的股权 还是5块钱一股 不变 现在我给你B公司 分给你B公司的股权 这个B公司股权是送给你的 就相当于它的计税基础是什么 零元 这是第一种分离方法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按照前面的 你按照2比3的比例嘛 先干嘛 条件也就是说 A公司的股权调整为多少 2块钱一股 那你拿到的C公司的股权 就变成多少 3块钱一股 就这意思 看到了没有 知道一下就行了 稍微的听一听了解一下 那么这是股权支付部分 那对于非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要干嘛 要纳税了 非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纳税了 按照什么价格 按照供应价 我们就要按照供应价值要调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重组交易个方案 按照上述2 一到五项的规定 我们是暂不确认 有关的资产转让所得获得损失 为什么暂不确认 我们用的是什么 原济税基础 这因为用的是原济税基础平移的 所以说我们是什么 暂不确认 那么剩下来的股权 这个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我们还要干嘛 要去确认 为什么 你在这里面有供应价格 因为要调整到供应价格 那么这个供应价和原济税基础之间的差 我们就要干嘛 去交税 听得懂这一次吗 所以说你看一下 怎么交的 这里面的转让的所得或者损失 按照什么 按照被转让资产的供应价 减掉一个被转让资产的原济税基础 这个不就是一般税务处理吗 对不对 这个里面的差 不就是一般税务处理的差 要全部交税吗 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 特殊税务处理 那么我们再乘上一个什么 这个我们叫做非股权支付笔吧 是不是啊 按照非股权的什么支付笔来进行处理了 分子上面是非股权支付的金额 而分母上面就是什么 我整个对价 也就是被转让资产的什么 供应价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个就是我的什么 特殊税务处理的 所转让的一些什么 所得或者什么 损失 那复查就是损失 而且这个非股权支付笔 按照我们讲的一个目的 两个连续 两个比例的话 那么这个非股权支付笔 是肯定是小于等于 百分之假 15的 不会超过15%的 你超过15%的话 你肯定不满足 特殊税务处理条件 对不对 好了 就这个概念嘛 你看一下啊 他说假公司 有一千万股 为了更好的发展 将其中80% 让你公司收购 然后成为一公司的子公司 现在收购当天 美股的计税基础17块钱 供应价格为9块钱 收购对价当中 以公司以股权形式 支付了6480万 银行存款支付了多少 720万 那你看一下啊 他在这里面80% 也就是多少800万股 800万股 那么好了 现在 如果说啊 我们用的是一般税务处理的话 我们如果说用一般税务处理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肯定是什么 公允价和原计税 这个公允价和原计税基础 之间的差要干嘛 全部去交税 对不对 公允价是多少 9块钱 原计税基础是多少 7块钱 这里面的差价 有多少 800万股 我们是要干嘛 全部交税的 这个800万股 这个2块钱 800万股 我们是要全部去交税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用的是什么 特殊税务处理 那么满足条件的 我用特殊税务处理的话 那么特殊税务处理怎么办 这个差价 我们要交税吗 要交多少 并不是全部 交的是什么 非股权支付比例 百分之几 10 也就是说 在这里面 160万 我们要去交税 乘以25% 去交所得税 就这意思 看到了没有 好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到题目 假公司收购 以公司股权 200万股 当中的80% 也就是160万股 160万股 那么收购当天 以公司每股的 计税金属是5块钱 供应价格为10块钱 那么在收购时 假公司以股权形式 支付了1440万元 剩下来的 用银行存款支付 那么问你 非股权支付部分 对应的转让的 所得是多少 不就很简单吗 你整个对价是多少 对价是多少 对价不就是160万股 公允价是块钱 也就是1600万 那么银行存款支付的话 那我非股权支付比 是多少 也就是1600万 600万 这个这个这个 是160万 所以银行存款 160万 也就是我们讲的 160万 除上一个多少 1600 也就是多少 10% OK了 那问你 非股权支付部分 应该确认的转让 股权转让的 所得是多少 公允价是多少 10块钱 原计税基础是多少 5块钱 多少 160万股 本来这个差价 我们要干嘛 一般税务处理 全部去交税 现在因为是特殊税务处理 只要交其中的 百分之几 10 就行了 就这么回事 对不对 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我们去交税 那这里面应该有多少 有80万 看到没有 有80万 问你要交多少所得税的话 80万再乘以25% 就可以了 对不对了 你再看一个题目 假公司持有 饼公司 90%的股权 共计于4500万股 20年2月份 将其全部卖给一公司 那么转让 收购当天的 供应价格14块钱 一股计税基础12块钱 一股 那么一公司 以股权形式 支付了515440万 银行存款支付了 7560万元 符合特殊税务处理 问你应该要交多少所得税 很简单 你看一下 供应价是多少 供应价格是14块钱 计税基础是多少 12块钱 有多少股 有4500万股 也就是说一般税务处理 我们要干嘛 这里面就直接乘以25%去交税了 对不对 但现在用的是什么 特殊税务处理 这个差价要交税吗 要交多少 交其中的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那么非股权支付部分 占全部对价 那么7560万要除上一个对价 是6亿3千万 应该是6亿3千万 占比12%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非股权支付笔 好来 这个就是我的所得 问你要交多少所得 所以再乘上一个25%去交税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你还想怎么样 对不对了 又不难的了 270万元去交那所得税 OK 好 我们来看其他规定 如果说是100%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 或者说是受同一个 或者多家居民企业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 按照账面净值 划转资产或者股权的 那么在这里有个前提条件 是什么 100%控股的 就是相当于我什么 全资子公司之间 按照什么 账面净值来划转资产或者股权的 那当然如果说有合理的商业目的 然后12个月不改变实质性经营活动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双方 划出方和划入方 居为在会计上面确认损益的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 按照下列方法来进行处理 第一个 划出方和划入方 均不确认所得 第二个 划入方 企业取得的被划转的股权 或者资产的计税基础 以被划转股权或者资产的 原账面净值 就是叫账面净值来进行确定 那么划入方取得的这些资产 应当按照其原账面净值继续什么计算者就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假公司 有个假公司 百分之百控股A公司 同时那百分之百控股什么B公司 你看看 也就是AB两家公司都是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看到没有 叫全资子公司百分之百 现在A和B之间划转一些什么资产 比如说某一项资产 那好了 比如说我A公司把一个资产 划给谁 划给B 那这个时候 你要记住 只要说 只要什么 合理的商业目的 12个月内不改变该项资产的是 执行经营活动的 对不对 反正这个A和B都是假的公司 对不对 那好说 怎么去处理的 首先第一个双方 我们都不在会计上做损移处理 那然后既然都不做损移处理的话 A和B 我们都不确认所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A给B的资产 或者说是这个 也就是划入方企业取得的 划转的一些股权的资产等等 这些都是按照什么 按照账面净值 也就是我A 把这个资产给了B 这个时候B 拿到这个资产的话 按照什么 按照该项资产的账面净值 净值等于什么 原子减则就 我们叫做净值 你有净值的话 你按照净值来进处理 也就按照净值来进处理 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看到两个字 就是叫做账面净值 你按照净值来进行确定 如果说你这项资产 要进行计题拯救的 你就按照这个 原账面净值来进行什么 继续计题拯救 就这么回事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是百分之百 全资子公司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双方都不确认所得 第一个 双方都不确认所得 或者损失 第二个 你这个计数技术 按照什么 按照账面价 按照账面净值 继续 延续 因为什么 因为本身这个资产 原来是A的 现在给了谁给了B 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上面来讲的话 都是假的 因为两家都是全资子公司 懂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我觉得这道例题的话呢 这道例题的话 稍微要掌握一下 这个这道例题呢 其实本质上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呢 我在这里呢 一直挺喜欢讲这道题目的 因为你这道题目听懂了 弄懂了 我觉得你这一节 重组的所得税 迅速处理 基本上就没什么很大问题了 我们先不看选项 这个是一道多选题 四个选项 我们暂时不看 我们就看这里面的条件 我稍微板书一下 你们把这个题目的条件和板书结合起来 我们把整个重组的业务呢 给各位呢 梳理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五月份 假公司呢 去购买 以公司的部分的一些资产 那么这一部分资产的计税基础呢 有六千万 公允价格呢 为八千万 以公司全部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七千万 相当于也就是说 假去买以的资产 那么这一部分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六千万 全部资产的计税基础是七千万 肯定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对不对 然后假去购买资产的话 假肯定要付给一些对价吧 这个对价呢 有股权 有现金 现金的话 银行存款 一千万 股权的话呢 计税基础是四千五 公允价格为多少 七千 那么现在符合特殊税务处理条件 好了 我在这里画一画啊 你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该怎么去处理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A公司去收购啊 B公司的一些什么呢 资产 那么这个资产 他告诉我们 呃 计税基础是多少 六千万 对不对 公允价值是多少 八千万 对不对 公允价值是不是八千万啊 好 然后呢 A呢 要付给并一些什么 对价 好 这个对价呢 有股权 有什么 有现金啊 费股权 一个银行存款 多少呢 一千万 然后呢 还拿了一些股权 那这个股权告诉我们 他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四千五啊 计税基础 是多少呢 四千五百万 公允价值 是多少呢 七千万 就这么些金额 用的是特殊税务处理 听文明先告诉我们 用的是特殊税务处理了 那好 首先第一个 你不要慌啊 不要乱 我们首先呢 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这是A收购B的资产 相当于是B把资产卖给谁 卖给A 那在这里个重组业务过程当中 谁去确认 重组的所得或者损失啊 由B来确认 对不对 因为相当于B把资产卖给A啊 要交税应该由B去交吧 那好 这个时候 首先第一个 站在B公司的角度 它的重组的所得 应该是多少 这个可以接受了吧 因为他用的是特殊税务处理 我讲过 特殊税务处理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看什么 看对价了 那么整个对价有多少 有八千万 看到没有 对价有八千万 因为这项资产的供应价格 有八千万 那我A肯定要付给B 八千万的对价 但是在这八千万的对价里面 现金是多少 一千万 供应价值 股权的供应价值是多少 七千万 那对价是八千万 那相当于我的 股权支付的部分 占我全部对价 七千 除上一个八千的话 是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对不对 那么非股权占比百分之十二点五 占比百分之十二点五 看到没有 好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我们B公司 首先确认重组的所得 那应该出来了 也就是说 特殊税务处理的话 供应价减掉一个 原计税基础六千万 也就是说 如果说用一般税务处理的话 这个差价两千万 本来我们是要干嘛 全部去干嘛 去交税的 而我们本来是要全部去交税的 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 特殊税务处理 这个两千万要交税吗 要 不是全部 交的是哪一部分 非股权支付部分 百分之几 十二点五 也就是 两百五十万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站在B公司角度 你要交税吗 交 交多少 两百五十万的 百分之二十五 懂了没有 好 那么我们还没完 在交易过程当中 交易 现在对价给了 B呢 也去确认了 重组所得 两百五十万了 对不对 那好 站在A公司的角度 你既然去收购 购买了B公司的 这一部分资产的话 那这个资产的 新的 我们讲 新的 寄税基础是多少 有两种算法 那两种算法 第一种最简单 你现在都已经确认 重组所得有多少 两百五十万 换句话说 B交了两百五十万的 所得税 那么A该项资产 就会寄税基础 在原来六千万的基础上面 调整多少 两百五十万 变成六千两百五十万元 没问题吧 或者说是还有一种算法 他应该用的是 特殊税务处理的 我们讲了 怎么讲的 股权支付部分 也就是 百分之八十七点五的部分 用的是什么 原寄税基础 六千万 乘上一个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非股权支付部分 百分之十二点五 用的是什么 公允价 乘上一个百分之十二点五 合计也是多少 六千两百五十万元 都一样 没问题吧 好 那么这是一个 A拿到B的资产了 它的新的计税基础 其实我们就确定了 就是多少 六千两百五十万 因为B 我们首先第一个确定 B的重组所得 就是两百五 你们不要做两百五 这个两百五都出来的话 那我A 新的资产的计税基础 就是干嘛 调增两百五十万 有原来的六千万元 调增两百五十万 变成六千两百五十万 那好 这是一个 还没完 我现在站在B的角度 你现在B 是不是拿到A的对价 A的对价里面有什么 有股权 这个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 该怎么确定 这个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 怎么来确定的 按照我们前面说法的 这个有点多了 你看看 这个是资产收购吧 我们这么讲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在资产收购当中 你看看 在这里面 第三点里面 转让企业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B是不是要拿到A的股权了 那么这个B拿到A的这个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 以什么 以被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看到没有 以被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OK 那好了 现在还是这个案例 那么现在的话 我B是不是要拿到A的对价里面的这个股权了 这个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跟谁有关 只跟我转让出去的这个资产的原计税基础 6000万有关 但并不是6000万 你不要说 我现在B拿到A的股权了 那么这个A的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 是不是要跟原来的这个4500 这个股权的原计税基础4500有关吗 没有关系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听到东西是吧 你现在是股权买资产 那这个时候股权值多少钱 是取决于资产值多少钱 你股权要付出去多少 是取决于资产 你买的商品值多少钱 所以说你B取得A的这个股权的新的计税基础 以什么 以被转让资产 也就是这个B 被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6000万来确定 OK了 但是是6000万吗 不是 毕竟你的股权只占全部对价的多少 87.5% 所以说这个股权的话 应该算下来的话 应该是等于5250万元 这个股权应该计税基础应该是5250万 这是一种算法 听到懂吧 它的股权的计税基础就应该是5250万 但是呢 你能理解的话 那最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从理解的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你要明确的是什么 我现在是股权买资产 那股权到底应该给多少 这是取决于你的资产值多少 所以说我们讲了 B取得A的对价当中 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被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6000万来确定 但是并不是说你把股权都取 并不是说你这个6000万全部是用股权买的 毕竟你还有什么现金 对不对 你还有非股权 所以说你这个股权的计税基础应该按照什么 按照被转让资产的原计税基础来确定 那么股权占比87.5% 那么也就是6000万乘上的87.5%就是5250万 这是一种算法 那么这种算法的话 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的考生是不太容易理解的 但是我想给各位用另外一种理解的方法 什么理解方法 我们原来 在这个初中里面 我记得应该是初中 我又要讲初二的东西了 对吧 这也是讲初二的东西了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初中里面 学几何 有证明题 我们后来到高中的时候 我们写证明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用学原因的 以前初中的时候几何证明题 我们是要写个括号 原因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有的时候比如说A等于B B等于C 所以说A等于C 这个理由是什么 这个A等于C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当时有四个字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吧 叫做等价交换原则 还有印象吧 我们那个时候初中里面 我们讲过一个叫等价交换吗 就是说因为A等于B B等于C 所以A等于C 理由是什么 等价交换 这理由就叫做等价交换 那好了 那么你想想看 在这笔交易业务过程当中 我们讲啊 看一下这个业务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是整个交易的实质是什么 也就是相当于 我拿股权加现金买你的什么资产 听到东西是吧 我拿股权加现金买你的资产 第一个问题 你的资产的公允价是多少 八千万 所以说我换出去的股权加现金的 这个公允价格也应该是多少 八千万 所以说你看现金一千万 股权的公允价值是七千万 科技八千万 所以说这个就本价了 本价的 但是现在我不是让你去算公允价 我让你算的是什么 继续基础 那就相当于我股权加现金的继续基础 应该是等于我所购买资产的新的继续基础 可以接受吧 对不对 因为我资产的公允价格是八千万 那我换出去的对价的公允价应该是八千万 但是现在我没让你算公允价 我让你算的是什么 继续基础 那你看新的资产的继续基础是多少 已经算出来了 六千 两百五十万 对不对 新的继续基础是六千两百五十万 换句话就是说 我股权加现金的继续基础也应该是多少 六千两百五十万 那现在问你这个股权的继续基础是多少 你不就减掉一个一千万的现金吗 不就是五千两百五十万吗 不就是五千两百五十万吗 是不是就这意思了 这不就是等价交换吗 你是股权加现金买资产 资产供应价八千万 那现在我这项资产的新的继续基础是多少 已经算出来了 六千两百五十万 那就换句话就是说 我股权加现金的继续基础应该是多少 六千两百五十万 那我现金没有什么继续基础这个概念 那减掉一千万的现金 那我股权的继续基础不就是五千两百五十万吗 对不对 疏突同归有很多种算法 那你这种算法就应该很明确了 看懂了没有 好 那么 呃 我们看这个选项 这个不是A和B是假和乙吗 反正就一样 你看一下 这里面的几个选项 假公司取得以公司资产的继续基础为六千两百五十万 你看一下 所以说A取得B的资产的新的继续基础是六千两百五十万 那这个选项是对的 B选项 以公司取得假公司股权的继续基础为六千万 那么B取得A的股权的继续基础应该是五千两百五十万 这个应该是五千两百五十万 理由是什么 这已经确定了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C选项 以公司确认资产转让所得两百五十万 也就是这个B 确认资产重续的所得转让所得是多少 这个两百五十万 没问题 D选项 以公司暂不确认资产转让所得错的 这税还是要交的 只不过不是全部交 只是交其中的非股权支付部分 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这一部分 交的是两百五十万 好了 选的是什么 A和什么 C 选的是A和C 能看懂了吧 这个案例能看懂吗 对吧 就这么简单 那后面的这个 这个解析 解析你能看得懂就看 看不懂的话 你按照我前面这个版书的分析 按照我这版书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题目 我稍微版书分析的话 应该更加简单一点 更加简单一点 没问题吧 所以说我一直说了 我们其实做题目的话 很多考生还是 有的时候做 做点题目 第一个你本身知识要掌握 第二个还是有一些什么技巧性的问题 还是有相应的一些技巧的 那你有技巧的话 你做这种题目的话 你如果说 没有技巧的 你去做这种题目的话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你今后答题有技巧了 我觉得这种题目被我分析下来的 你会发现这四个选项 不就是轻轻松松的吗 还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说我一直说了 有的东西你觉得难与不难 这是取决于你对一个知识本身的一个理解和把握 真的是理解和把握的 懂了没有 那么这一讲当中 我们就把企业重组的特殊税务处理 就给各位考生 稍微的介绍了一下 所以说讲到这里的话 我们分了两讲的时间 把一般税务处理和特殊税务处理 都给各位考生 做了介绍 重组的税务处理 基本上都应该知道 那么在一般税务处理里面 一般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第一个要明确的是什么 供应价 对吧 供应价 第二个人要注意的是什么 涉及到和并锋利的 为你补完的这个亏损 怎么办 一分都不能带 那这是一个 那么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条件 什么情况下特殊税务处理 一个目的 两个连续两个比例 这两个比例的话 比如说你涉及到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 那么要达到全部股权 全部资产的50%以上 对不对 第二个比例是什么 股权支付比是不得低于 百分之几 八十五 或者说是我非股权支付比 是不能够超过百分之几 十五的 那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 那么涉及到和并 分利 那这个亏损该怎么办 那涉及到和并的话 那么我们讲了 这个亏损能不能带 能带 但不是全部有一个什么公式 对不对 那么分利的话 这亏损能不能带 按照什么有关的资产的 一个什么分配比 按照有关的一个分配比 来进行处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它的一个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它一个计税基础 该怎么来确定 那对于股权支付的部分 我们用的是什么 原计税基础 而对于非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用的是什么 供应价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关的这个计算 也就是我们重组的 这个所得 它的一个计算 是要掌握的 也就是说 在特殊税务处理当中 我们用的是 公民价 减掉一个原计税基础 之间的一个什么 差 乘上一个什么 非股权支付的部分 因为只有非股权支付部分 我们才去交税 对不对 OK 然后再把有关的一个什么 主要是一些 计税基础的确定问题 你资产收购 股权收购 你所取得的资产股权 它的计税基础 该怎么确定 然后你所支付出去的 这个股权的计税基础 该如何进行确定 那么在 刚刚的那道立体当中 那么 你就把这道立体 掌握了之后 我觉得你对于 重组的特殊税务处理 基本上都没什么 太大问题了 好吧 那么这一讲的话 就给各位考生 介绍到这